新闻介绍 感谢观看就是嘉宾高校 嘉宾期的嘉宾高校是以光业 特色创作的完成主舞台 让每个小孩都成功来作为主导 记得香港团新军10年在英会中 和所减心两位老师的资格 和华平机会丹冠婷老师 各奔博老师的用心 记得之下 那团特当参加在嘉宾期 还有专家学生音乐比赛 都有相当出色的信价 有用善格令人如痴如醉 嘉宾期跟北国小善格团 先军10年老师用心 当欧认真合作 参加嘉宾期以及全国 合身音乐比赛 都有优异的表现 100控市以及100控股 在嘉宾期合身音乐比赛 都迎客国小A族的 善格合作由定第一名的档节 处地代表嘉宾期 进军全国合身音乐比赛的组绩 表现相当优异 两年都荣获国小A族的第一名 代表嘉宾期 参加全国的音乐比赛 也都有很好的成绩 那我们也希望 这里有很多孩子 其实他小时候 并不见得学过小提琴 或是大提琴 那在学校之后 我们以课后班的社团的方式 成立了这样的一个选乐团 那在两位老师 学校老师热心的指导之下 那他们常常利用课后 时间做分组的练习 分布的练习 然后最后再进行合作 那事实上在这样学校里面 要经营这样一个团 需要有老师 非常用心的付出和热忱 那其实我们学校 历年来都可以维持这样的成绩 我想是相当的不容易 单独以下加上团体合作 是一个人来完成一项美好的事 要好好团结才能有成绩 小朋友一场台表演 丹兴兴兴兴的主信心 可以得到成绩和成绩 我们嘉北选乐团的小朋友 都很努力 然后我们在练团的时候 也许会有一些低差 但是我们都很认真的练习 然后我在练习的方面 也会用讲解的方式 让大家体验 就是体现那种音乐的感觉 在练习上会比较更容易进入状况 比例音乐大家都爱 为这些背后音乐感的气息 跟美国秀连约团有其历史和音乐 这一新闻 赞米董 告一期 蔡凰 伯登